四季二季通计签专业新疾风风路 所以都刚才过面下心 不能带好好整出的工资 当时也带自己整出的好好好 我们不碰电脑 然后跟着老师的进度 然后在晚上在学校留完自习 专心读书 想要相信自己办得到 今年考试台北比翁年困难 但是这五名学生也是考了600分以上 其实不简单 不过要考出九分也有些方法 参加这两名电器考学生 就大套会给最便利 两个人住在一起有什么好事 就有题目可以讨论 就自己想要想很久 然后讨论会快一点 会不会像两个互相聊天打屁吗 时间都用光吗 不会啊 因为都剩很少 就同社都快接经验 就要赶快读书了 因为电脑口气最多的进步 感觉也特别多 因此这一顾面 还先落着共同作画 就是将手机的管理条 转身来投资 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时间的管控 然后在那时候 在考试前 大概七十几天八十天的时候 我就决定说 因为我在手机上花太多时间 我就决定把手机收起来 然后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念书 你现在也是要读云科 对 为什么不选台科呢 我觉得 虽然说台科的名声真的是比较好 对啊 云科跟台科虽然说有差距 但是 但是 在高职界我都是相当优秀的啦 这五名和姓都是辅任在地主体 经过这三年努力 甚至是这一步提醒 现在要讨论台课提醒 都没问题了 记者在面前 超报道 没没问题了 我看过来 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